我早上在社交媒体上看了一段视频 俄军士兵切断了一名仍然活着的乌克兰士兵的头颅 他们用相机拍摄了这些 然后放在他们的公共网络上 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 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吗 我们去年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活动 我们发现了被斩首的学员尸体 还记得吗 他是我们军校的学员 我们的年轻人 他们在和恐怖分子合作 是的 托卡耶夫在和恐怖分子合作 他们把恐怖分子请到了哈萨克斯坦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 谁才是恐怖分子 荣耀属于乌克兰 荣耀属于哈萨克斯坦 是哈萨克斯坦 是哈萨克斯坦 是哈萨克斯坦